所以我所在府官長在他九年的臨來 對軍人官所做的這個講義 我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 但是這個剛才選舉的時候 這個對手人就會來製造一些不實的言論 那麼捏造一些事實來作為負面攻擊 我們覺得這種選舉的伎倆是毫無可取的 一個憲政的財政的惡化 他一定是長期累積下來的 那當然啦 我們現在不要說 為什麼要跟你們官的財政會比這麼差 那麼我們要提出幾個數據 蘇文雄縣長的任內他的這個 新增的債務是28.7億 來到這個前官長 中英美官長的臨來的時候 他五年四個多月就增加了186.11億 他所在我的臨來 我要做過九個月官長就對了 我的臨來增加17.2億 不過這17.2億因為我沒有變醫生 所以這個預算都是在張榮委縣長任內 就編的這個預算 本來有編借貸要三十幾億 我先輪下來 我就17.2億 到蘇文官長的臨來達到九年 它是62.7億 這是一個很客觀的數字就對了 所以我們來看 數字分官長的臨來增加62.7億 那就是說九年 平均設一年內就不到7億 一年借不到7億 6.9億而已 那如果要比較的話 讓他比到這個領利監管長的是什麼 他五年四個月一年內 差不多就30幾億 那麼這個多少 我們就讓數字能夠來說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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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